台中一名黃姓男子情緒失控 離家出走 年邁的母親擔心發生危險 追在後頭 但追不上 跑到了派出所 找警方求助 後來警方呢 在加油站裡頭 發現了這名黃姓男子 他已經拔出了油槍 要做出危險動作時 袁警及時衝上去 使出了大外戈 將人壓制在地 及時化解危機 黃姓男子衝進加油站 拔出油槍 口罩脫掉 做出危險動作 袁警沒時間思考 右腳伸出去 一個大外戈 把人壓制最地 另一名員警加入支援 把黃姓男子扣上手銬送醫治療 他的媽媽正在一旁 心急如焚 拿起加油槍 有一些危險的動作 那我們為了防止一些危害發生 所以我們就用大外戈幫他制止 然後強制送醫 警方舉時攔阻 化解危機 目睹全程的加入站員工 這時才趕出來 把油槍放回去 警方說黃姓男子跟家人吵架後 離家出走 連伴母親追捕上 擔心兒子發生危險 哭著跑道派出所求救 但黃姓男子看到警方在找他 竟擋著所有人面前 做出危險動作 還有警方反應更快 把用來逮捕歹徒的柔道戰技 瞬間變成救人妙招 這有許凱迪 台中報導